欢迎收看1600股民开讲 股民的疑难杂症由老师来开讲了 看到大陆碧桂园爆出倒债危机 传出中国官方出手相救 加上了美股科技股大回神 回答飙涨超过7% 满血复活 台股的AI族群 今天终于是展现了团结气色 今天是群起反攻 台股守住半年线收缴 钻石度过危机了吗 现阶段怎么看 到底是假反弹还是真止跌 怎么判断 今天为您来请教分析师张家豪了 阿豪老师好 听见大家好 我是阿豪 美国科技股跌升回神 台股今天也超跌反弹吗 到底该怎么来顺势操作呢 如果短线当中 今天见到反弹要来找强势股 哪些财报营收的强势股先出头天呢 今天来为您请教阿豫老师 老师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看到今天的反弹 至关重要也是至关关键的 我要请阿豪老师带大家来看一下 因为大家想知道 到底先看反弹呢 还是直稳的契机真的出现 我手张股票到底要跑要报 今天看到反弹操作非常重要了 好 我们先看到筹码的部分 今天三大反合计是卖超6.89亿 外资小调节连四卖 那么这波投信连买 反而自行商还在看 今天是连十一卖 卖超16.94亿元 那我就要请阿豪老师帮大家看一下 因为今天台北股市的反弹 来自于昨天的美国股市 好像由AI股领军满血大复活 你怎么看待今天的反弹呢 对 其实这个也是很多投资人 心中的一个希望 希望说我们台股已经杀了 1100点了嘛 那美股能够有一个比较像样的反弹 让我们台股可以喘一口气 那我觉得NASDAQ指数 我只给各位看一个点就好了 如果可以的话 13630 这个点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把它记录下来 因为它从这一波 一路下跌的过程当中 刚好来到了13630 这是一个蛮关键的一个价位 那这个价位就扮演着 接下来它是不是能够止跌 或是它会继续再跌下去 最重要的关键在这个地方 那因为在上个礼拜五 其实我们很不想看到了MACD 它现在是在零走以下 之前它在零走以上的时候 你就看着它这样子一路的往上飙 可是到零走以下的时候 我还是会比较建议 可能要稍微比较留意一点 因为接下来可能就不像过完年 一路的到7月底 那么样的一个一帆风顺的 现在最重要的一个决胜关键 其实是在成本的部分 是 好 那今天因为大家想知道 是台北股市到底跌够了没有 刚刚老师讲到一个关键 这个成本的价位 大家到底该怎么判断 因为现在外资的动作 当然一个最大的影响 决定的是最大全职股台积电 接下来的走势 你怎么看呢 对 那台积电的话 因为明天是8月台子级的结算 所以其实台积电的话 我们观察的重点只有一个 也就是在昨天的收盘价 540块 这个价位到底能不能够去守得住 那当然明天这个台子级结算 它可能会有一些干扰 也就是从礼拜四礼拜五的话 关键就是在这个540块 因为毕竟这个下降的楔形 它现在已经先破掉它的下限了 如果说破掉这个下限 它能够再去突破这个上限的时候 洗完盘那就会很干净 可是我们看到一个比较担忧的地方就是 它的MACD 也在7月26号这一天 它已经变成是在零走一下 那7月26号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 它的前一天7月25号 那一天3443的创意才刚充到2000块 结果隔天台积电马上就破掉 那难怪创意就从2000块打6折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 如果说你现在光看一档股票的时候 其实比较难去看出它整个架构 那如果说你比较全面性的去看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趋吉避凶了 那当然我们从台积电也要看一下 这个大盘接下来的走势了 我想问阿浩老师 因为这一波很多的AI股 其实坦白讲大家都在观察 到底这个融资的筹码符额洗干净了没有 因为昨天看到融资一口气减了37元 大家想知道够了没有 这波会让修正暂时看到指纹的契机吗 你怎么判断 其实融资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双面的 如果说融资予尔有在增加的时候 表示这个市场上的人气 它是很热闹的 但是如果说融资的予尔增加到一定的水准之后 它就变成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恐怖平衡 所以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 融资予尔一直在创今年的一个新高 结果一转眼就已经杀下来1000点了 到底昨天它减肥了37亿 下跌的加速也大概2000档 是不是融资予已经减肥完毕了 所以我今天特别把这个实际上的一个 加权指数以及融资予尔的图把它调出来 让各位心里面有一个架构 首先我们先看到5月29号 5月29号那一天的融资予尔是1803亿 为什么要以5月29号当成是一个基准 因为如果说我们划一条线过来的话 这是不是刚刚跌破的那个景线 这个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它刚好来到这地方 昨天就下去了 所以我们以5月29号这一天为基准 1803亿 到7月7号的时候 它又回到这个景线 融资予尔增加到2000亿了 到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它又回到这个景线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其实它在这一段时间 指数又回到原来的地方 对 又回到原来的地方 但是在这一段期间 它整整增加了381亿 增加了381亿 昨天有跌下去 融资减了37亿 38亿 其实大概只减了1分之1 这个东西你觉得说 这个指数到现在为止 它其实是跌掉的 因为我们刚才以这一条景线为基础 可是它现在是在这个景线的下面 它只减肥了1分之1 其实融资最让人诟病的地方就是 因为它是开杆杆的 也就是说你买进去之后 如果它跌跌跌跌了 超过22%的时候 其实它是会被面临追缴的 所以我们现在比较担忧的是 如果说这个东西 它用炫骨其实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可是如果说它在继续往下跌的时候 现在都是没有赚钱的这种状态的时候 那可能就会面临了个别的一个追缴 所以这个也就是现在 其实大家心里面可能要稍微有一点心理准备 因为接下来不是财报面的问题 而是个别股票成本决定 接下来的胜负问题了 好 所以今天阿老师要好好教教大家 有些个国我们怎么从筹码角度 就你刚刚讲的 这个成本关键的部分 来看接下来的一个胜负 到底胜率高还是小心 可能会再演出融资多杀多 我想问一下阿老师 因为今天很多个国 跟随大盘在做一个反弹 今天你举个国的例子 都是今天反弹很强劲的一个个国 但是你怎么去判断 他们到底该跑还是要报呢 对 其实昨天美股不错 今天大部分的股票都有出现反弹 我们就举今天反弹最强的 就是它已经谈到涨停板的这些股票 我们把这些股票抓出来之后 再用融资的角度帮各位去做一个示范 怎么样去判断它接下来的一个 堕空点位在什么地方 我们就以3035的资源为例 3035的资源 我们一样基准点用5月29号 因为我们刚才看到那个是 加权指数颈限的位置 它当时的一个融资予尔是在这个地方 后来融资予尔是不是一路的往上冲 往上冲最高是不是冲到这个地方 目前为止它这一天是最高 这一天是最高的话 我们往上去对的话 当天刚好是一根长红K棒 长红K棒的话如果说融资很厉害的 刚好买到那一天的最低点的话 对过来的话 到目前为止好像没有赚钱 没有回去 对 好像还没有回去 所以接下来的观察重点就是 这个点位它到底能不能够去站上去 因为如果说这个地方 是融资目前最高的地方 但是它目前都是呈现 没有赚钱的状态的时候 我觉得站上去大概就 没有太大的问题 可是如果它再下去的时候 可能就要比较提防一点 同样的有一档 今天也是涨停板 1519的滑城 1519的滑城我们把它带出来的话 同样以5月29号为基准 其实这一档的话 我们会看到一个比较放心的现象 这一段时间其实它的融资预al是下降的 因为在5月的那时候 市场上再疯狂的是那个除能股 对 后来就是那个AI股出现之后 6月 7月几乎资金都灌到那个AI股去了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同样的一个判断逻辑 它的融资预al最高是不是在这一天 在这一天我们把它画一个掀过来的时候 其实它融资预al最高的这一天目前是赚钱的状态 可是也不用太高兴喔 因为毕竟它离现在这个融资预al那一天是蛮近的 对 另外拿最后一档 最后一档我今天抓的都是涨停板 因为你反弹最强就是涨停嘛 那这些我还特别挑选过都是在200块钱以上 比较中高价的股票 对 因为200块钱以下的话 因为筹码太乱的话 我觉得接下来可能还有的魔 所以我们先挑这些200块钱以上的 那像行程的话 你看一样是5月29号这一天 它当时的融资在这里 后来是不是搭着AI的题材 融资快速的增加 融资快速的增加 同样的增加到最大的那一天的时候 这条线划过来 有没有发现 它现在融资最大 它是赚钱的 可是我们再仔细去看 昨天它一跌破的时候 融资是不是就杀出来了 对 所以像这种东西的时候 各位你不妨可以用这个方式 去做个检视 检视因为现在真的 其实两个礼拜之前跟两个礼拜之后 其实财报面没有太大的差别 接下来决胜的关键是在于 你的成本够不够低 这就是决胜的关键 好 那当然因为今天 阿浩老师帮大家举例的都是 今天反弹最强有充涨停板的股票 而且是比较200块以上的中高价的股票 那今天我们从筹码的角度 跟大家来做个分析 接下来已经进入的不是财报了 而是接下来进入到了筹码站 那他们哪些个股需要做进步的观察 阿浩老师还有什么 盘面题想要告诉大家呢 对 其实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几档 都是今天反弹最强 最强就是涨停嘛 可是万一说各位观众朋友 你手上的股票今天反弹 但是没有到亮灯涨停的时候 那怎么去判断 怎么去判断接下来到底要跑 还是要留 我觉得今天我就针对这样子的一个主题 我们在网路教学 网路教学怎么看 要扫描QR Code 扫描QR Code一样 跟昨天一样按这个178 按这个178 这是一个按钮 这是我们的手机画面 按这个178 那我今天特别就录制了 一个我们刚才看的那三档 其实看得懂的一眼就看得出来 可是万一如果说你觉得那个太复杂了 我今天在网路教学上面教得更简单 让你去看一下 怎么样去判断 你手上的那些股票 万一今天没有涨停板 那到底该跑还是该报 扫描QR Code 按178 我觉得还是要提醒各位 因为大盘现在不是很稳定 国际股市也不是很稳定 所以接下来不是财报面的问题 而是筹码站 能够去找到更好的一个成本 就是接下来真正的一个投资赢家 好 面对大盘的短线跌升 反弹的关键操作 其实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今天有一些个股 反弹不知道到底该跑该报 从筹码的部分 怎么去看出一些端 你可以在阿浩老师的LINE去做里面 来找寻进一步 了解背后更重要筹码的秘密了 好 看到了美国科技股跌升回弹 台北股市今天也超跌反弹 现在一看到开盘的态势怎么样 用当冲来顺势操作 等一下回来再为您请教阿浩老师 欢迎回到1600股民开讲 先来看到今天台币的表现 中场小扁1.1分 说在31.935元价位 需要力保 不扁破32元的大关吗 好 当然了 在今天的一个台北股市 我要问一下阿浩老师 指数今天是先行出现反弹 其实看到昨天的美国股市 尤其是科技股在做领军 谈得很强 所以其实今天开盘前大家问了 我到底今天要不要抢反弹 但是阿浩老师要提醒大家 还是要用当冲来应对 老师为什么呢 有没有什么实战的操作经验分享 OK OK 来 讲到重点了 为什么要用当冲应对 首先我们了解 美股的一个部分 NASDAQ 他好像跟我们台湾的大盘一模一样 也是N头 下来 但是呢 帮我清楚一下 昨天 超跌转强 收最高 包括 会办也是一样 对不对 超跌 反弹 收最高 但是呢 来来来来 看一下我们台湾 这个样子 不对称 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落差 首先要了解 美股 他们的财报不错 那台湾呢 是三分之二 有三分之二 是财报衰退 它不一样在这里 那相对来讲 以前 二一老师也有提示到 日指标 是往上 那周指标呢 你要了解 从这样 一跌两个礼拜 就跌了 1156点 那相对 周线的指标 绝对是往下 而且昨天一跌 跌了200多点 今天才小反弹 对不对 所以 周线指标逆转了没有 还没 所以持续在往下当中 那一上一下 有产生矛盾的一个现象 所以 尽量用当冲应对 这个比较 确保安全 才不会说隔了一天 主轴的鸭子飞走了 所以在这个情节之下 尽量用当冲应对 不做流畅是最理想的 因为毕竟跟趋势 是逆向而为 周指标的趋势是往下 那日线反弹获取 就只有这么一天 就只有这么一天而已 接过来就是 鱼过来 再反应什么 反应三分之二的这个问题 财报刷退 所以我们8点45分 发给我们所有的粉色熬油 看到了 美股高科技股 跌升反弹 不错 那相对 昨天四大指数 涨了1.14% 然后美股盘后 还持续小涨一点点 日本涨了0.8% 韩国休息 台子开盘涨86点 这个气势不错 这个气势不错 但是二一老师提醒了 台股也是一样 超跌反弹而已 顺势做多 强反弹 但是一定要当冲应对 就是在刚刚我们所提示到了 日指标往上 周指标还持续往下 这样的矛盾现象 做多单 反而风险比较大 所以这一点要稍微留意一个地方 所以我就说我们东森财经台的 这个观众朋友 最有福 因为你拿到的是领先的一个讯息 不是啊 收完盘 我跟你讲啊 这个就是要卖哦 一事无补 都已经收完盘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二一老师的操作提示的时候 就会知道说 很多的一个字词用词 就有点不太对劲 就有玄机的地方 会告诉你 我们很强势的话 二一老师的用词就会比较 会比较强劲一点 所以我就说只是强反弹而已 所以如果用当冲应对的话 今天真好流浪 愿坦愿好 所以我昨天的明日之星 就变成今天的一个战果分享 包括收完盘了 怎么办 明天呢 明天怎么应对这个盘 包括做功课 做得很累 也不知道 公司还是有贪金没有贪金 也搞不清楚 包括本益比是多少 这要怎么算啊 有的投资人根本都不知道 来来来 那就很简单 股票赚钱不是那么困难 这就是一个观念问题 不要老师脑筋去打结 做多我们绝对 就是要找一个技术面 转强的 跌了1156点下来 很多指标都是往下了嘛 对吧 那你要找那个超跌的 未必会反弹 还有继续跌的 你找那个强势股 想要继续做多的 或许今天猪羊变色 突然间好像整校了 找盘还不错 过了10点以后 哇 稀里花啦 就跌下来了 所以技术面转强的个股 在这个时节 不太这个成功率不高 要高的话就是这个 基本面优势的 因为我刚刚提示到 三分之二财报衰退 那毕竟就是有这个三分之一 比较优势的还有三分之一 那优势的话 我们今天强板坛就要用到它了 怎么说呢 来 比方呢 华城 它优势在哪里 它的优势在营收成长 然后获利跟去年相比的 我们现在用推估的 预估它成长了八成 那本益比33倍 算起来是还合理啦 是稍微偏高 但是可以接受的合理范围 所以今天你看 找财报优势的个股 做得比较安心 所以这一转就价差就16%了 这个比较优势的一个个股 包括宝瑞 这个 那个生技股 我昨天提示到 生技股水很深 非常的深 游泳教练来还是密闭 为什么 因为超过一半以上的生技股 都是培勤公司 那真正要像宝瑞 这种大赚钱的公司 少之又少 有可能它会挑战股王 有可能 为什么 你看它去年就已经大幅成长 今年的再大放异彩 跟去年的获利相比 这个成长力道 这么怕人的 都是算倍数的 阿姨老师预估 它今年的获利又增长了1.5倍 你看它的营收 都是倍数成长 所以这个换算起来 它的本益比才15.5倍 所以我说 有可能会挑战股王 来 来 来看看 这样 气势就是这样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做公平 要什么环节 要采用什么策略 这个很重要 美食也是 也是大幅成长的 本益比一锅才13倍 营收也都是五成以上的成长 来 您看到 这个不是赚得很轻松愉快 对不对 丝毫没有压力的 有做的五分 滑鼓也是 来 您看到 益估今年跟去年 做比较 成长了1.8倍 营收将近五成的成长 本益比益估 大概23倍 来 您看到 二位老师选的这些个股 绝对都有基本面做支撑 所以相对现在就是看它 涨多涨少 那二位老师说 目前这个环节只适合 用档充应对 流仓风险真的会比较大 哪怕这种财报很优异的个股 难免也会受到影响 你说从海运店也是 一锅成长了五成 本益比才12.5倍 对不对 这个算起来 蛮合理的一个投资价位 但是能够走多远 这个才是关键 对吧 所以我感觉说 用档充应对 等到理想时机的话 再来好处跟他拆拼 不要说看到涨就是来 大家一窝风摘下去 很危险 所以二位老师建议的 只是强反弹而已 并非多头 因为我们刚刚提示到 日指标往上 周指标还持续在往下 而且三分之二以上的财报是衰退的 所以要改变这个局势的话 恐怕很难 真的很难 而且现在处于1万7 跌下来的一个初阶段而已 后期要回撤到1万5 所以我是觉得说 可以做多是可以 但是当冲应对 或者隔日冲 或者两三天 短线应对 现在不是做多的一个大好时机 时机还没当 所以投资朋友先不要急 要赚钱多的是机会 但是你拼的不是时机的话 风险性相对提高 所以想进一步 怎么知道怎么操作的 可以加入二位老师的Lite FM888 我们有提示到 今天的操作提示 领先整个市场 你可以知道说 今天是做多有力还是做空有力 才不会说做了老师又在后悔 你照着二位老师的这个提示 你去做就可以很轻松赚到钱 再加上我们还有站稿分享 让你知道说我们做哪一档股票 又赚钱了 明天怎么操作 请点阅我们的明日应对磨练 不知道选什么股票的 可以点选明日之星 就这么简单